经历多方交战后,剧情迎来了转折点 艾斯洛等人成功逃离帝国的魔爪 战败逃离的弟弟教国王开始集结新的力量,卷土重来 帝国眼看即将到手的胜利复制东流 他们也开始重新抓捕艾斯洛 泰泰尼亚知道皇帝预测未来的能力后,也有了新的计划 皇帝能预测到艾斯洛开的第一枪 那么超够造体子弹,扰乱时空后,第二枪是无法预知的 所以至少准备两发子弹 如今艾斯洛还剩四颗子弹,必须谨慎使用 帝国这一边,皇帝集结了上万名正规人形战士,重整旗鼓 所有人都献出一点包衣作为战略储备 皇帝派出了处刑队和搜索团 两组队伍分别讨伐艾斯洛的人头和回收超够造体子弹 处刑队的头领吊耳铛不断挑事和骚扰搜索团的杰特 让杰特十分不满,他决定与处刑队分道扬镳 单独行动的搜索团必须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 于是杰特找到了被软禁的巨型克隆体阿杰特 阿杰特因为胃口较大,成本过高,面临着被销毁和处决 杰特二话不说,跳过各种手续,直接将阿杰特拉入搜索团,壮大队伍 艾斯洛这边,他们先发制人计划便是乔装打扮潜入帝国 混入人群后找到皇帝并进行暗杀 凯夏艾斯洛换头换发型,小法办了女装,泰坦尼亚变成了马蜀 在泰坦尼亚的帮助下,他们顺利通过帝国的安检到达境内 众人找到一个角落吃饭,商讨着后面的计划时 突然,杰特出现在面前,他利用自己的黑客能力发现了侵入的艾斯洛 随同的还有金属战士托奥斯和顺移战士利奈 杰特说他们没有携带任何包衣和武器,他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战斗的 这里有许多帝国的居民战斗会造成伤亡,只要交出抄构造体子弹,就放艾斯洛等人离开 这句话艾斯洛听得浑身不舒服,当初白林之良的人难道都不是居民吗? 谈判十分短暂,艾斯洛坚决不会交出抄构造体子弹 杰特等人只能叹息,既然如此,下次见面只能刀剑相向了 还没走远,处刑队的人找上门来进行突袭 来势汹汹的处刑队看到了搜索团杰特等人 面对敌人居然不带包衣作战,严重怀疑他们通敌 他们决定收拾完艾斯洛后再追查杰特 艾斯洛,凯夏等人迅速变身应战 敌人看准了艾斯洛手臂的发射器,一刀刺入枪口内堵住了枪口 本以为自己占据优势 可艾斯洛的射击技能还包含了代替子弹射击 此时堵住枪口的刀就是艾斯洛的子弹 直接将敌人的刀射了出去,完成反杀 凯夏和小瓦折在另一边,和透明触手怪打得不可开交 艾斯洛的加入,三打一也轻松完成密集 在帝国的境内引发了如此大的骚动 艾斯洛等人只能从地下逃离,躲到郊区,避免帝国的追击 刺杀计划刚开始就栽了跟头,暴露行动的他们只能在郊外等风头过去再行动 正所谓有得有失,艾斯洛等人虽然只能四处躲避 但在路上还是捡到了宝贝,他们来到一座小镇 当地的居民说听到一声巨响,守护这里的帝国兵便牺牲了 泰坦尼亚勘测发现,原来是一只古老的生物兵器知心出现了 他是专门用来对付正规人形的犬类生物,他也和正规人形一样具有变身形态 知心的矛头指向艾斯洛等人 面对猛兽,众人都遭不住他的攻击 泰坦尼亚说,知心几乎没有弱点,只能等他的能量消耗完 挨打了许久后,知心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他突然变回一只小动物 原来这就是刚才凶猛恶犬的普通形态,像个迷你的布娃娃 他肚子上似乎有个伤口,凯夏帮他处理伤口后得到了知心的青睐 凯夏瞬间被他的可爱捕获了芳心,于是将他纳为宠物 就这样,这段插曲,队伍又增加了一名强而有力的伙伴 弟弟叫国王这边,国王还没从先前的战败缓过神来 他把怒气全部发泄在再生者身上 国王命令他们外出巡逻,必须带战利品回来 包衣,武器,人形病患者,只要能扩充队伍战利,什么都行 这一天,一名再生者小乙发现一个圣遗物巨人,那是一个巨大的未人机器 他在沙石中等待着复苏,由于十分巨大,无法带回弟弟叫,小乙只能空手而归 在大本营的国王不相信小乙说的圣遗物巨人 口说无凭,国王将没有贡献的再生者,拉来作为培育弟弟之神的容器 小乙被国王撕掉了胳膊,接入了四足人形的手指 国王想用最初的方法孵化更多弟弟之神 到了夜晚,小乙的伙伴布满国王的审判 他偷偷将奄奄一息的小乙带走 为了证明小乙确实发现了圣遗物 他将小乙与那巨大的圣遗物巨人进行融合 随后小乙变成巨人复苏 回到地底叫后,这一次的小乙得到了国王的认可 国王将他作为新一轮的主力,向地表发起进攻 国王的审判 城堡 他将老师分开了 家伙伴版的真正 既然无法作用 解决他的买学 他将最后还在美国王的认可 想要了解更多内容 请务必观看二叔原著漫画 下期视频 同间不散